我得感谢萧三少成全了我的爱心 这个布娃娃是我和孤儿院的林老师 一起制作的 下面让我们请上第三件拍卖品 这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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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新孤儿院的小朋友们 亲手制作的布娃娃 虽然价值不高 但是拍瓶油价爱心无价 起拍价一块 各位请慷慨解囊 我出五块 五块 我出十块 十块 二十 二十 五十 萧三少出价五十 这么高的价 来 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 三少出价五十人 一百 好一百 这位先生出价一百人 一百五一测 一百五两测 一百五三测 一百五三测 成交 一百五两测 一百五三测 成交 有请三少上台 领取这件拍品 成交 好 下面也有请我们的捐赠者 穆子郑先生 上台为大家说几句 首先呢 我得感谢萧三少成全了我的爱心 这个布娃娃 是我和孤儿院的林老师 一起制作的 也许在大家眼中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手工品 但在我眼中 这是孤儿院的孩子 渴望生存下去最珍贵的希望 连一个小孩子 都在为了生存而努力着 怎能让人不唏嘘 不心疼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还有更多像这样 失去父母的孩子 需要我们去关心 需要我们去爱护 最后 我再次感谢萧三少 慷慨解囊 好 非常感谢萧三少 和穆先生的善心 那么咱们接下来 有请本场 最后一件拍品 现在我们要拍的 最后一件拍品 捐赠人 正是 肖三少 这样的寻章 属于个人的珍藏 究竟为什么 会拿到这里来拍卖呢 那么就请肖三少 为我们讲几句 今天 将这枚勋章进行拍卖 是我对世间和平的祈愿 祈愿我们的国家 可以早日安定 我们的同胞 可以免受 饥寒之苦 免受亲人离世之痛 我们的婚姻 公司 公司 宣传 公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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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子 冲 公司 公司 小子 公司 公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想干什么 我接到消息 今晚有人要劫持你 我是来保护你的 保护我 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 就这么一张破纸条子啊 你当我是三岁的孩子呢 我这也有证据 周副官把那个赵特使带上来 在赵特使 军事部的赵特使他都招供了 他到北新来释奉何部长之命前来游说你 投靠大总统 你答应他们在恰当的时候兵剑逼我退位 想取而代之 是 抢斗放下 周副官 如果有人敢轻举妄动 格杀勿论 是 你这是什么行为 叛变 其其可终 我说得句句熟实 是 我今日带兵起来 完全是保护你 绝有谋反之心 你的心在你的肚子里 只有你自己知道 倘若今晚不是我有准备的话 被用枪指责的人应该是我对吧 杜君 您容我证明给您看 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就凭她是个假特使 小美臣 你胡说 我不是有意出卖你的 我也是为了保命 你说她是假特使 好啊 那你证明给我看 杜君 杜君 要是您不信 我可以当您的面 简单盘问她几句 是真是假 一问便知 好 老黄 怎么回事 我检查一下啊 好 好 三少奶奶 车坏了 走不了了 那你在这儿 我自己过去 三少奶奶 天黑 你小心点 你说你是军事部特使 军事部最高长官是谁 何云莱 何长官 何长官 何时进的军事部 两年前 上一日梁文生 何长官是他的得意门生 专管病员 后来经过梁长官的推荐 今日军事部部长 何长官之前 是在法国留学的吧 他的法语说得怎么样 何长官是美国留学生 我从未听过他说法语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 行 准备挺充分啊 那我问你 军事部特使专车的车牌 耗是多少 我 我平时不太注意这个 身为军事部特使 每天进出军事部的车 你没在意 好 好 军事部内线电话 前三位是多少 身为军事部特使 电话天天天使 怎么 这特使连这个都忘了 谁派你来的 周富贵 这是你的 你是一个伪特使 真的在哪 你 那 你 你说 你说 你 说 你说 这个混账东西 混蛋 小玻璃剑 险下上我一员大将 大侄子呀 要不是你机智的话 咱们今天就产生误会了 那一家人就打起来了 独鹃 现在绝世动荡 自然有人想离间我们 可我们萧家对你永远无二心 于公 您是尹军最高统帅 于思 您是我父亲的兄长 也是我的伯父 是 这份情意永远不会变 是是是 你们萧家的忠诚 我其实心里面一直都明白 跟你这父亲相比 你一点都不差 我很欣慰 把你这队伍集合起来 今天我请大家喝酒 什么事 正副官 你去安排一下 是 郑伯伯 既然之事 北朝还得赶行您 大老远赶过来 毕家人不说两家话 走了 七爷 三哥 书姨 老三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让我看看 你把我们吓死了 这不好灯灯回来了吗 哥 你跟都君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 一场误会 对了 杭姐呢 她应该还不知道这事 回房间休息了 自己家的事不管 别人的事都是挺爱情的 好了 那你们先回房休息吧 行 那我们回去吧 你也早点休息啊 走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你刚才去哪儿了 小姐 那个脚怎么了 不许说出去 来 小心